乘搭一些内银股,今天就逆市要向下 这个朋友就是Joy来的,他就问公行1398的 他就5元买了,他说请问短期可以上网多少呢? 其实公行这些我觉得不会胜太多 我觉得内银股,特别是以国家银行 公行、现行、中国银行这些 那个吸引力纯粹是很高股息率的 但问题一随正了,价格又落到这些位置了 所以你买得这些股份,你就真的想着收息 但是我们做了,我做了这一行大概十几年左右的时间 有很多家庭观众都很有趣的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我说的很有趣的 持有十几年了,公行还是4元的 很不满意的 但是其实这些十几年收了股息 几乎是,没去到几乎的,但接近零成本 可能已经6、70% 这个回报是远远跑赢了恒指的 所以问题就是说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些退休人士,你不是很关心股价的 每年只要收到大约6至7厘的股息率上面 你自己计算数 譬如你扔100万下去 每年收到大约6至7厘就是多少 6至7万左右 你OK的了,你不是在股价上面财富增值 买这些是首选 甚至整体整体功能比公用股 但是 如果你要财息兼收的 浪人股都可以的,但是你不是买没什么盈利增长的浪人股 你买什么,买油柱行,买招商银行 但是短线的股价波幅 就自然是会相对比较大的 甚至看到油柱行这些 近期是贴定的历史高位 所以 他自己想要些什么 如果你讲纯粹求稳赠的话 是的,公行健康绝对给到你 但是就不在股价上面 上去赚钱 纯粹以想收息为主 如果你是要想在股价上面 赚钱的话 油柱行这些水平你一定短线最多不舒服的 就想着招商银行 接近60元那些位置试试收择